我的聯絡方式其實你們都知道 我的研究是在二樓,就是B2208 然後請你們可以把我的mail抄起來 我的手機抄起來 就是說當你有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打指示告訴我說 你要跟我約時間 不見得是在我的all is out 那這一堂課呢 我們班有配置一個PA 是你們的學姐 是王欣宇,四國三A的王欣宇 那基本上他就是說 他會在我的研究室 所以如果你們有問題的話 我不在你也可以去找他 那如果有需要 當然就是隨時歡迎你們來問問題 那下一個當然就是你們很關心的一件事情 就是其中期末考要給我考 那其中期末考呢 我們會有統計大會考 那統計大會考的方式就是 25題的選擇局四選一 那命題的老師 因為統計選是全院的全院的課程 共同的課程 所以 今年輪到哪個老師就是哪個老師 就是哪個老師自己出去 那課程的進度都一樣 那我們所佔的比例呢 就是其中考是25% 其末考是25% 好 然後另外呢 就是其中其末考之前 我會幫各位進行一下小考 就是模擬的考慮 希望你們不要考得上次盡心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隨堂考的部分 就是我每週都會點名 然後基本上 有時候上課上一上 遇到可以請各位做一些作業 或者是說考試的時候就會有隨堂考 那這個部分算百分之十 那另外一個當然就是 統計其實是需要計算的 就是你需要去了解 他怎麼幫答案找出來 你去做資料的整理 所以這個部分呢 你們 你們 你們每個學期 每個學期大概會有四到五次的作業 所以這個大概就含著分數是20%的分數 好 那目前為止 我們還是會為止其中跟期末考是必書考 要記得喔 必書考 所以必書考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把它 熟練 公司要熟練 好 下面呢 當然就要介紹一下我們的課堂用書 那之前你們的學長用的是這一本 是基礎統計學 是我們傳遞系的老師編的 那這個學期呢 我想要換一個課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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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有點重 因為他要用一學年 而且這一本書的好處 我要說一下喔 沒有啊 沒有啊 有切實的只有那一本 哈哈 就有切實的 這個 這一本書喔 其實是 好處就是它有原文課本 它是 它是原文課本翻譯的 那所以將來如果你想要考研究所 請聽 手後面 我們再錄你 如果說你要去考研究所 那你就可以做什麼事情 你去找它的原文課本出來 然後用它的原文課本 跟你的中文本做對照 那你就可以比較知道考試的他們 如果我們不可能一下子就用一文課本去上課 所以基本上我希望就是 這個的好處就是 第一個好處 如果你將來想考研究所 你可以用它 第二個好處呢 是因為 上一屆的課本 它的習級其實不多 那這一屆的課本呢 它後面附有很多的習級 從簡單到難 從基本的運算到應用 這門課其實主要是在應用上 所以基本的運算 你會了之後 其實你可以多做一點題目 直到說 它是怎麼去做應用的 所以我才會換這本課本 那這本課本請你 請總務來 就是你們可以去跟司商購買 那這本課本要用一整年 一整年 那如果你嫌它太大本太重 你可以回去 就是上下學習分開 好 那這個大概就是 成績學的課場用書 好 那至於我們的課程進度 那剛開始呢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 就是我們應該大半的人 如果你是三科畢業的 你應該都會成績 那有些人跟我說 如果我是印外或者是印製畢業的 那可能 紐賽這個部分 只有國中或高中學過一點點 所以一開學的時候 我們會花一些時間來幫各位建立之前的概念 所以如果你已經會的人呢 你就把它當作故事拼一拼 不會的人你就把它了解一下 所以一開始我們今天會上的就是資料跟統計的關係 統計其實很重要的狹義的定義就是在處理資料 數字的資料 那第二週我們就會教周衛說 怎麼去編表跟做統計圖 那這個其實是 當你以後去上班的時候很重要的工具 因為大半的老闆都會問你說 他那個市場算有率是多少 那他的百分比是多少 所以基本上你要懂得說 如果我是類別的尺度 我是數量的尺度的時候 我該怎麼去做這個統計圖跟統計表 那到了第三週 第四週 五週的時候 我們就會進一步去告訴各位說 除了畫表跟作品之外 我們希望有更詳細的數字 那這個更詳細的數字要怎麼找出來 怎麼做出來 怎麼去知道一個資料值的集中程度 跟它的離散程度 那這個就是我們三四週要上課的 那下面當然就開始為將來的推論做預備 所以我們就開始進入到機率導論 然後就集中考 那集中考記得我們是大會考的方式 所以兩個班都會一起考 那到第十週、十一週、十二週 第十週跟十一週 我們就會開始介紹 常用的一些離散的機率分配 然後十二、十三週 就開始講到連續的機率分配 那連續的機率分配裡頭 最重要的是我們會講一個東西叫做 介紹一個東西叫做常態分配 好 也就是說 常態分配常常被我們拿來做很多的應用 例如說 產品的導入 成長、成熟 那怎麼去看產品的生命收集 那他們都會應用到常態分配 所以這個部分很重要就是 我們會介紹常態分配 然後十五、十四、十五週 其實就是為了推論去做準備的 不是要做抽樣跟抽樣分配 因為 統計其實是希望說 我從母體裡頭去抽出樣本 然後再從樣本去推入母體 那我的這個過程裡面 到底它跟母體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一開始我們會講說 它是它的組織了 可是再來你就要知道的是 如果我的這裡抽樣出來的分配 它的集中的集體是可以跟母體的集中集體一樣的話 那這個我們就可以拿樣本來推論母體 所以我們大概上學期會討論到這裡 接著就是期末討論 那下學期我們就會開始教各位說 最重要的我們要去做講色、檢定 然後做一些推論 有沒有問題 謝謝 謝謝